OK我這邊把剛剛那個部分補上去 這樣各位在看有沒有比較清楚 120有沒有這樣放進去 所以我問一下各位囉 如果這樣的話是不是這一排會通有沒有 如果1是不是這一排會通 對不對對他來講這一排 就等於這一根的是不是延長線 好我就這樣放進去 好這樣進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用公公的方式來連接 OK 這裡還是一樣 如果你是剛好連在一起的 我就在這裡 1 第一條第二條 124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124 好放進去了 盡可能我都會插好 那麼現在這邊是不是可以接到開發板上 記得開發板先斷電喔 好我把這個開發板我先把電斷掉 我就來這邊 第一條是電源 所以接到3.3 第二條訊號線 我接到05 所以把顏色弄清楚 你就不要急 就一條一條來 最後一條第四條接地 這樣進來 對不對 好了我們就可以先把它接上 我們的電源 馬上就來先試看看說 欸這樣子 啊如果你有覺得慢慢熱起來的話 先斷電 哈哈哈哈 好好那 好我們把機幕打開 好到這邊 一樣的 就開發板 丟出來 然後上面這個 像我這邊重新開機 只要它沒有系統還原 其實你有用過紀錄 就會繼續留在上面 所以我確定我有連上去的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傳感器對不對 傳感器的部分在這裡 有一個溫濕度把它丟出來 我剛剛是不是接在05 05 那我們如果說你先暫時 我先用這個 互動區這一塊 把溫濕度顯示在這裡 行不行 可以嗎 好那當然你要顯示在 LE跌跌症 等一下我們就裝置互動的 來做就好 好我們就來這裡 傳感器裡面的溫濕度 偵測 其實說真的 溫濕度變化不會很快 所以 這邊的單位是不是毫秒 等於一秒偵測一次嘛 好一秒偵測一次 測到的數值就顯示到 右手邊 丟出來 那這裡呢 你可以選擇是溫度還是濕度 好溫度還是濕度 我們就先搬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現在的 嗯 有沒有 這樣瞭解了 26度 那如果你是濕度 你就把這裡換一下 請問魚與熊掌可以兼得嗎 我想溫度跟濕度不行嗎 可以 但是他現在機末是不是只有一個 用字串接起來 所以我們到左手邊 在基本功能裡面 有沒有一個是屬於文字的 點進去 有沒有發現 有人要建立字串 對就是這個功能 所以 寫程式也好 就是你的那個 我們講的類型 一定要分清楚嘛 到底是變數還是文字 還是數字 我就用這個 那第一個呢 我就顯示 它的溫度好了 第二個 我顯示它的濕度 丟出來 但是這樣 有什麼缺點 會接在一起 請問網頁上換行 不知道是哪一個 有寫過網頁嗎 網頁的HTML語版 HTML語版 對啊 網頁上的HTML語版 是叫什麼 是叫BR 請問BR是什麼 break 打斷的意思嗎 用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BR還重要嗎 對啊 因為你知道了 你就很容易就記起來了 因為它是相關聯的 所以怎麼辦 少一個 你就來這邊 中間加一個 但是這個的話呢 是固定的 所以我就來告訴它 你就跟我用固定的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的 Web電話寫完之後是什麼 就是網頁 當然其實 如果你要用比較標準的HTML 最好再加一個斜線嘛 對不對 表示這是一個結束的符號啊 你看下去吧 有沒有這樣分開來了 有 如果你要再加幾度百分比 一直一樣 就是一樣的 就可以看你要加幾個字端 進去是不是就解決了 可以順便把時間 跟那個顯示出來嗎 如果你有需要顯示日期時間 在哪裡 在進階裡面 控制台 有沒有 現在日期 現在時間 我比如說我再丟一個出來 那我把這邊再加一個 這個 放到上面 再加一個 一個 放在它下面 複製這一個 吃 再把它分開一下 這樣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 啊不然人家以為你做假的啊 因為不會動啊 因為溫濕度又沒有變化那麼快 所以你知道我上這個課之後 我會再怎麼嗎 我會再吹風氣嗎 因為有些人他會用比較簡單的方法 蛤 噴風 噴風 你來噴 濕度就改變啊 蛤 你這樣吹氣啊 對啊 但是有些人是 直接含在嘴巴裡面說 喔這樣溫度有改變 因為你剛剛講的是有濕度而已 所以我會拿吹風機 因為吹風機 馬上溫度馬上不一樣 濕度也會馬上改變 兩個都會一起變 而且變化很快 那我就可以再搭配什麼 喔搭配電風扇啊 溫度太高的時候 冷凍不再吹 是不是又可以做一些判斷 所以其實就是說 我們用這些 Wake DUNO這些 它的好處是說 我在硬體的這種 障礙比較少 那你就把它去想想看 你在生活裡面可以怎麼用 這樣就比較好玩 我覺得這個會比 你去玩所謂的自走車機器人 來得有意思 因為那些東西很多機器人也好 我們現在講機器人或自走車 組裝起來之後 你不可能再改變 你就是不會再拆開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 溫濕度可以像這樣 如果在基本的裡面 我們可以像這樣玩 OK